好,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要介绍的是 如果说我今天在A栏里面看到的都是什么 日期 然后呢,我在B栏 一般来讲,我要显示它是星期几 我们一般做法都是等于A栏储存格 然后呢,把这个储存格等于以后呢 再透过数字格式这边 你把它改成什么 你要星期几啊,星期三还是周三 我们可以把它直接确定 然后好了,点两下 每一个日期,它是星期几就出来了 可是呢,如果说今天来讲呢 我们要把它变成干嘛 传回 因为我们会在公司里面运算 我要传回它是星期几或周几的话 要怎么做 我们会使用一个函数叫TEST 函数 然后隔壁储存格是A1 A1储存格 然后逗点 注意到咯,很重要来了 你要给它第二个参数是代表你的格式 格式的文字形态 那假设你是给三个A 那我们给它三个A 那基本上呢 它这个形态就是什么 周几 有没有 周几,我给它打到A1,2 应该A2 它是周几 周一 有没有 它会显示周一 那关键 那关键我把它顶两下 你就会看到干嘛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日 那关键你打的是四个A 就是星期几 星期几 这全部都是中文的 中文的 那如果说今天来讲 我要的是英文 英文我们就要干嘛 变成三个D 三个D的话是英文的缩写 就英文星期几的缩写 前三个英文字母 点两下 你就看到有没有 前三个英文字母 它的缩写 那关键是要 英文的全名就是四个D 四个D的话 就出现什么全名 每个星期的它的全名 那这个是TEST 在星期几上面的一个使用 使用 非常好用